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跌两千 涨两千两百点以来 单日跌最多的一天 很多人一定又要怀疑了 是不是涨完了 涨了两千点 涨完了 选举选完了 没空间啊 会不会开始一路跌下去 疑心生暗鬼啦 看不懂 没有把握 你就会胡思乱想 一跌 你就会一大堆负面消息 负面想法 全部都出来了 今天台北股市是全球股市 跌最重的地区 跌了1.68% 人家今天澳洲跌0.5% 南韩跌1% 日本股市涨65点 大陆股市 昨天香港涨了900多点 今天才跌160点而已 160点才0.8%而已 连1%都没有 大陆股市今天持续的大涨 持续的上涨 因为大陆开始陆续的解封 所以股市回升 这是正常的 那很多人可能看到昨天晚上 道琼又跌了482点 会让道琼起了6000点 道琼涨了快6000点 没有天天过年的嘛 对不对 行情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都正常的 一个破断上来 涨了将近6000点 今年跌幅剩下4.8%而已 那昨天美国为什么跌 几个原因嘛 昨天经济数据发布出来 哇 都很好 经济数据都很好 市场就担心 虽然12月升息会降为两码 可是接下来 陆续升息的时间 会不会延长 股市只要涨高 什么急急快快的顺务 都会出现 什么想法都会出来 那你要去看 昨天人家美国在跌什么公司嘛 对不对 美国昨天主要在跌几个产业 第一个石油股 昨天天然气价格大跌了5% 石油股也下跌2% 油价也跌了2% 因为现在美国跟欧盟跟欧洲 共同制定了一个 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的上限嘛 把它定在不能超过60美元 那现在国际油价每桶 原本还有80美元 那你定那个60美元 俄罗斯都要卖60了 其他产油国能够卖得更贵吗 所以油价昨天应声 跟着下来 那油价跌 石油股跌 这正常嘛 对不对 那石油股都是 稻穷成分股 30家的成分股 哈利伯顿 以天然气为主 昨天跌掉5% 那这个跟台北股市也没关系啊 昨天美国的银行股 跌幅2%到4% 银行股跌跟我们没关系啊 是不是 昨天跌最重的 特斯拉跌掉6% 特斯拉电池供应商 Alba 亚伯 昨天也跌了6% 因为特斯拉 传说在大陆上海的工厂 产能要减少20% 那你产能减少 销售数字就会受影响嘛 所以特斯拉的价格 股价跌 特斯拉概念股 供应链也跟着跌 那对台北股市有影响的 可能是在特斯拉这个族群 那昨天 IC股的部分 普遍跌幅都在1%上下 所以昨天反而 科技股 半导体股是最稳的 你看昨天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 ADR 还涨0.15% 联电ADR小跌0.5% 日月光ADR小跌0.7% 所以可见得昨天美国股市的下跌 跟台北股市的影响 其实没有那么的直接 那台北股市本来今天跌幅 在全球是最重的 就是疑心深暗鬼 大家不敢买 大半期2000点不敢买 不敢买看就去那些管了 就开始大家乱乱想了 现在一定有很多人看法 又一大堆负面的说法出来 不要这样想 今天下跌 是给你很难得的一个 减便宜货机会 给你很难得的一个 减便宜货机会 你又不乱乱 共亿力 你又不敢乱乱 明天看还有没有机会 明天看还有没有机会 不一定有机会了 不一定有机会了 你看今天行情 从开跌20点 然后就一直在跌120点的内容 到了12点开始 卖压就出来了 我教过你们嘛 每天盘是最重要的两个时间 一个是12点 一个是1点 如果当天 要拉上去收的话 快则12点就要开始动 最慢最慢一点就要动 12点的拉伸 因为时间还够 它就可以拉 往上比较多 到了1点 剩下25分钟 就比较有限了 那今天12点开始 不但上不去 还往下打 到了1点 还无动于衷 那最后 当冲 现在当冲比重很高 当冲占了快50% 所以当冲的卖压 今日是今日币 它不可能流仓 所以最后当冲一定会出来 所以今天收最低 跌251点 今天是这一波 单日跌最多的一天 OTC也跌了1.5% 今天上市会的股票 90%都跌 只有一成 小涨而已 所以今天很多当冲的卖压 不信心 台股因为没信心 所以卖压最重 我先反正要提醒你 多头市场的铁率 多头市场的铁率 我之前教过你们 对不对 结益多空辨识法 多头市场铁率 欲藏黑 隔日就是买点 怎么样藏黑 跌超过100点以上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多头还持续的话 那么中间出现回挡 一天只要跌超过100点 隔天一定要只跌回升 如果两长黑的出现 那么多头暂时就会停顿下来 这是铁率 规则百分之百 所以今天跌了250 跌了251点 搞不好明天就开高走了 如果明天还有开低的话 你要积极的掌握 不一定有机会开低 你看这一波 涨2200点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跌超过100点这刚 137点 隔天开高就涨了 这一天跌135点 隔天大涨500多点 那第三个就是上个礼拜一 选后第一天跌221点 那隔天就大涨了 对 基本上礼拜二 开低107点之后就开始一路涨 又创新高 那再来就是今天的跌251点 所以多头市场铁率 欲长黑 隔日是买点 所以明天会不会还有机会 让你减便宜 我不知道 如果有 那你更要积极掌握才可以 为什么说 明天不一定还有低点可以让你减 你知道最近新台币大幅的升值 热钱涌向台湾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 我们今天也趁下跌的时候 你看我今天通知 空手买至新145元 今天最低146 差一块钱 买中光电空手的57块钱买 最低就是57 我九点半的同地了 空手 立机店空手的人 买34块钱 今天说在33.95 几乎都买在今天的低点 联发科空手的725买 有700在加码 今天缩盘就是725 很难得的机会 下来你要勇于掌握 你要勇于掌握 这一波行情 13000点以下 我就告诉你 赶快买 否则 行情一发动 你会措手不及 果然整整涨了2200点 可是融资都没有增加 融资减少了1400亿 才买回来80几亿而已 可见的投资人这一波 是被洗空手的 那既然被洗空手 那行情下来不会多 没有太多的一个空间 目前刚要进入 刚进入四部曲而已 上半场2200点 有赚到恭喜你 那没有赚到的 四部曲五部曲 你要加油了 不要再放红 你再错过 那今年你就空白了 你就被当掉了 剩下一个半月时间 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够半月里面 又穿一个30% 绝对有机会 你看前面一个月 光是11月行情 2200点 平均涨幅30%以上 涨到60% 70%的都有 南电77% 景硕62% 瑞玉50% 台积电连发科 这个涨幅都快接近40%了 连发科4的5% 对日月光也涨了40几% 所以上半场你没跟到的 接下来四部曲五部曲 要加油了 不要再放红 为自己定个目标 到过年前 目标 先冲30%的目标 达成了我们在 挑战50%的获利 你如果没有把握 来找林何彦 我带你走 最近美元大量的流出来 流向亚洲货币 我昨天给大家看了 对 新台币这一波升值了6% 韩元升值了11% 新加坡币升值了8% 今天最新的统计消息出来了 上个月 热钱汇进来92亿美元 是11月 11月升值4% 12月这几个交易日 这几天四天 今天还不算 4天 新台币持续升值 整体涨幅已经到6%了 那热钱涌进台湾 上个月92亿美元 92亿美元是多少 92亿美元是快3000亿 快3000亿的新台币 今年外资卖了一兆3000亿 汇出了7000亿 还留了6000亿 留6000亿要干嘛 就是要再重返嘛 对不对 再加上汇进来的3000亿 保守估计 把人手中 至少还有 7000多亿的股票 7000多亿的现金 原本的6000亿加上3000亿就9000亿嘛 这一波外资实际上才买多少 才买2000亿而已啊 所以外资手中满满的现金 等着要买 他哪有可能给你拌太深 对不对 他哪有可能让你跌太深 所以这个行情热钱涌入 赶快做就对 赶快冲就对 不然来找零和宴 一天一个便当 我带你充斥这一波 四部曲五部曲的行情 给大家看过了嘛 人家都已经站上年线 都站在年线去啊 台北股市年线 还要长得更好 更不用讲六月的高点 年跌幅 今天一跌之后 又回到18%了 人家要剩下4%5%而已 我们经济最好 反而跌得比人家多 就是没信心嘛 没有信心 你就容易疑心生暗鬼 没有信心 你就提不起记 你就不敢买 所以叫你来听演讲 你不来听 我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该给你们的 该告诉你们的 我都讲了 你们看太多节目啊 看到最后让自己举情不定 下不了手 那还不如就直接 让连黑人带着你坐 行情一直在轮动 你看景硕 八十二块 八十二块半月 昨天涨停 但今天跌 跌就跌无所谓 行情起起落落的 这样一破上来 是不是就30%了 所以好好规划自己的操作 规划自己的投资 再抢个30% 没问题的 目标甚至于可以扩大 当30%抢到了 再拉高 企图50% 企图50% 景硕价格还是很低 我专门找这种 赚大钱价格很低的 让你投资 起关我就没给你堆了 那涨到就没让你追了 这波的重点 还一样还是在 政府基金高持股的股票身上 大解套行情 你看台光电 你们都知道啊 一波上来 57% 起关就没堆了 对不对 台光电今天也跌了一两块钱而已 没来 南电一波段上来 77% 还在扩这种股票 三千几点的扩担 都打到了 南电又起 目前把的目标价 全部都在400块钱以上 那不是说外资讲400就400一定会来啦 该卖的时候 我就会卖 反正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嘛 对不对 只是我决定什么时候收缩的问题而已 你有的抱着 那没有的不建议再追高 因为在追高利润空间被压缩了嘛 已经起一个77% 你再去买利润空间压缩了 还不如找那种刚要起涨的 涨幅相对落后的 你看紧缩一波 62% 那62% 有利润要扩的啊 等于没到七倍而已 把的目标价都在200块钱以上 有很200的 有很240的 那不管到哪里 总归我们已经是 探债了嘛 探债了就不要 抱都抱不住 扩不住 探没大钱嘛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继续把它包下去 该卖的时候 我再来带你卖 对不对 那现在要买就要买什么 买涨幅相对比较小的嘛 我今天又买这只股票嘛 对 研究报告都送给你们了啊 包括这支 包括这档个股 这支后边会大起哦 今天大盘跌251点 它还在继续涨 它还在继续涨 这个涨幅还相对落后 起步20% 今年大赚4个股本 比去年的18块钱 整整翻了一倍 而且每年固定的10月 11月12月1月 是它出货最高峰的时候 所以这档个股 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从历史上去看 每年从10月份 都会涨到3月份 最好做的行情 最好做的行情 所以这一波涨幅还落后 才刚要开始加速而已 所以总装股票 怕它没落 有落落都是缺 你看华通也是啊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45块钱 今天华通也是很强啊 对不对 华通今天也很强啊 两个金 没落就是没落 因为涨幅还严重落 我们在这里开始买的嘛 那从我们买进到现在 大概15% 16% 还没达30%的平均水准 今年获利创新高耶 今年获利创新高 涨幅相对落后 所以中股票没三会落 那随时都会在涨 间联电 小跌 这个在嘎空 随时会在酝酿 攻击的机会 台积电 这平台不会破啦 你放心 台积电随时 插头会再起来 利基电间 回的比较多一些 那回的多好啊 趁压回的时候 赶快下去买嘛 这一波35% 37%上来了 现在半年线在上面 36块钱半年线 如果站起 利基电就再挂了 空担八千几点就空担 对 日月光 这不用我讲了 这下不来的股票 今天才跌 多少 今天日月光 才跌一点点而已 才跌一块钱而已 所以日月光 今天日月光跌 一块三 一点点而已 都未来 破的就对了 便宜到六块而已 联发科 接下来是好机会 接下来是好机会 联发科700块钱 买到买不到 我不确定了 以目前这个上升三角形 时间要不接受 联发科 外市喊800 不几800 你等着看 你等着看 但这个地方 已经涨了一波 四几%了 你如果没有我的指导 我不建议你进去追 稍微对上官不险买 够高效的 跟我一起锁定 涨幅相对落后 后面会加速 补涨的股票 接下来四步取 五步取的行情 才刚要开始而已 上半段 2200点 你没赚到的 那么接下来 你要更积极一点 你要更积极一点 剩下一个半月时间 为自己定个目标 抢个30% 30%达到 再扩大到50%的目标 让自己在过年前 赶快再大赚一个红包钱 让林特燕来带着你做 全力充斥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